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每天吃完的蛋壳 其实可以变成一种美丽的装饰品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可爱的多肉植物 其实可以成为你家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 那么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何用废弃的蛋壳制作创意多肉盆栽吧 准备材料 要制作这种多肉盆栽 你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废弃的蛋壳最好是鸡蛋或鸭蛋 因为它们的大小失中容易处理 你可以把吃完的蛋壳洗干净 晾干后保存起来 等到积攒一定数量后再使用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特色 你可以用彩色笔或水彩画 在蛋壳上画上一些图案或文字 增加趣味性和个性化 多肉植物 你可以在花店或网上购买一些多肉植物的小苗 或者从你已有的多肉植物上剪下一些枝条 多肉植物有很多种类 颜色和形状各异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来选择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 更有层次感和视觉效果 你可以选择不同高度和形态的多肉植物 比如高挑的仙人掌 圆润的球形多肉 细长的托尾多肉等等 花土 你可以用普通的花土 也可以用专门的多肉植物土 花土要保持干燥 不要太湿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 更有质感和自然感 你可以在花土中混入一些沙子 碎石 木屑等材料 增加透气性和排水性 铁丝或牙签 这是用来固定蛋壳和多肉植物的工具 铁丝要选择细软的 牙签要选择尖锐的 剪刀或小刀 这是用来切割蛋壳和多肉植物的工具 剪刀或小刀要保持锋利 不要太顿 装饰品 这是用来美化你的多肉盆栽的东西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装饰品 比如彩色石头 贝壳 珠子 绳子 木片等等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主题和故事感 你可以选择一些符合你想表达的情感或风格的装饰品 比如浪漫的红玫瑰 清新的小荷花 可爱的小动物等等 制作步骤 有了以上材料后 你就可以开始制作你的多肉盆栽了 具体步骤如下 一 用剪刀或小刀在蛋壳上切出一个小口 把蛋清和蛋黄倒出来 注意不要把蛋壳切得太大 也 不要把蛋壳弄碎了 如果你已经在蛋壳上画了图案或文字 要注意避开它们 不要破坏你的创意 二 用水冲洗蛋壳内部 去掉残留的蛋白和气味 然后用纸巾擦干蛋壳内外 三 用铁丝或牙签在蛋壳底部扎几个小孔 以便排水 如果你用铁丝 可以把铁丝弯成一个环形或U形 然后插入蛋壳底部 如果你用牙签 可以把牙签对折后插入蛋壳底部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立体感和动感 你可以把铁丝或牙签留出一些长度 让它们从蛋壳外面伸出来 形成一些弯曲或直立的线条 增加视觉效果 四 用剪刀或小刀 在多肉植物的根部或筋部切下一小段 长度约为1-2厘米 注意不要切得太长 也不要切伤多肉植物的叶片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变化和趣味 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和形状的多肉植物 比如红色的火焰草 黄色的金钱草 蓝色的石莲花等等 五 用铁丝或牙签在多肉植物的切口处扎一小孔 然后把铁丝或牙签插入其中 固定住多肉植物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生命力和活力 你可以把铁丝或牙签弯成一些曲线或弧度 让多肉植物呈现出一些自然的姿态 比如倾斜 弯曲 伸展等等 六 用勺子或手指在蛋壳内部挖出一些空间 然后把花图填充进去 压实 注意不要把花图装得太满 也不要把花图压得太紧 七 把多肉植物和蛋壳连接起来 把铁丝或牙签插入花图中 让多肉植物稳固地站在蛋壳上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更有层次感和丰富感 你可以在一个蛋壳里插入多个多肉植物 形成一个小型的花园 或者在不同高度和角度插入多个蛋壳 形成一个立体的景观 八 用装饰品来美化你的多肉盆栽 把它们放在蛋壳或花图上 或者用绳子或铁丝 把它们挂在蛋壳外面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盆栽 更有主题和故事感 你可以选择一些 符合你想表达的情感或风格的装饰品 比如浪漫的红玫瑰 清新的小荷花 可爱的小动物等等 经过以上步骤 你就可以制作出一款 独一无二的创意多肉盆栽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 窗台上 书架上 墙壁上等任何你喜欢的地方 让它为你带来一份绿色和美好 你也可以把它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心意和创意